随着爱情的阻力慢慢变大 许多现实问题也一一浮出水面 米兰还是知道了程仲森的身份 她虽然学着再次接受了她 但在面对一份婚前协议的时候 感到了两个人爱情的脆弱 米兰我喜欢你这个人 他们就让我签什么协议书 你无所谓 但是你有没有想过我 不用想了 现在就回答 嫁还是不嫁 现在说 现在说 现在说我就不嫁 喂 喂 来 来 阿九不小心丢了工作 她觉得对不起阿舅 临到头的表白也没能说出口 而阿诚买了结婚戒指之后 却因为几个女人的闲言碎语 又对香儒有了怀疑 三个人在游泳池边喝醉了 大吵大闹 一方面坚定 一方面犹豫 我相信你 我相信你 相信你啊 阿哥 我们三个一起去 有的时候 爱情并不激烈 却无比坚定 只要你确定了新的方向 哪怕是无声而含蓄的誓言 也能让另一半听见 影片最后的高潮部分 是三位主角 为了追寻心中的爱情 上电视表白的惯落 虽然俗得不能再俗 但是面对爱情 大团圆始终还是观众最需要的 阿九和阿诚都获得了爱情 就连看起最不可能的 接受承重生的米兰 最后还是在新年的终生里 敞开了心扉 情人的相处 不妨含蓄婉约 又对彼此执着坚持 这大概就是 中国式爱情的浪漫 但是我已经准备好 让你进入我的世界 去还是不去 一人一字 好 来 戏主下来 表现中国人含蓄婉约 这种情感的电影相当多 我们从近百年中国电影的片名当中 可以看到许多例子 反过来 试图突破这种感觉的影片 就会遭到一些非难 中国电影正在逐步改变 丰富着情感的内容和尺度 但传统的心理和习惯性的节制 依然是我们重要的审美基础 同时它也构成我们的价值取向 我们既有含蓄婉约的性格 同时也有着坚忍顽强 自强不息的精神力量 只有在自强不息的光辉照耀下 我们的含蓄婉约 才愈发显现出东方之美 好观众朋友 明天呢 就让我们一起走进那自强不息的精神世界